也就是说如果你看到有些网站 它本身上面没有但是它就是一个JSP 或者是PHP的话 那表示它是用Post 那Post我怎么知道它丢了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有没有办法去拦截 其实是可以拦截 但是你要去做一些演算 很复杂 所以通常用Post安全性很高 因为它会做一些重新的编码 然后接收段会再把它Decode出来 所以这基本上当然是可以 可是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那这样来的话 这个最后一个错误 我中间用一个BR换行 那back的话如果输入正确 1234按登录 这边就出现正确 大概是这样子 一个简单的一个 那一样等一下我们就是把这个前端的界面 把它怎么样改成什么 改成在我们的Android里面 那所以呢如果把这个改 你就应该很简单吧 反正就是 TestView TestView 然后AdTestAdTest 这个底下是用什么 Password 上面用那个ABC 就是用那个Test就可以 然后再加一个Button 那再来怎么样呢 把它丢给 哪一个呢 丢给这个 login.jsb去接 接到之后也是一样做后续的动作 那怎么做 我想这个后面我们再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相关的画面 我也把它丢上去 丢到那个云端上面 那请各位先在那个 JSP的开发环境里面 建两个 一个是HTML 一个是这个JSP 一行 一行 准备